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是一个满意的结果 让人民能够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成果 那么现在需要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增长方式做一个根本的改变 如果周老师 这个90年以来这样一个发展方式 你能不能跟他概括一下他有些什么样的特点 有些什么样的优点或者还有些什么样的问题 90年以来的发展方式呢 有一个可以概括成几句话 一个是所谓市场化 把一切都变成市场的运营 还有一个呢 是私有化 这个私有化就是对大量的公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改制 第三个呢 是所谓 要用西方人来说是叫自由化 因为西方人讲这个自由化 往往就是解除政府一切的管制 但是在中国人来说呢 还真挺难过的 就是说对外片面开放 片面提融入国际社会 就是有一种说法 就是两头在外大地大出 两头在外大出和这个还是有相当的原则去 他是完全融入国际社会怎么一种做法 你的意思是说 他比这个两个在外大地大出还要前进 其中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 是对外资 就是干脆就是请外资来吞并中国的企业 那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当然就是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的 中国的国有银行的国分化改造问题 张宫良老师已经专门写过很多数字的材料 把这个中国国有银行的多少多少股份卖给外资企业 就是完全是不仅是对外资企业的进入不舍 而且是甚至可以说我们中国是请人的外资 求人的外资来给造福 总会是外资在中国的这样一种五股不入 我在2008年的时候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 就是当时就是出现了那个奥运火机事件 然后国内有一帮青年学生呢 他们提出要抵制加勒服务 抵制加勒服务以后后来我就没有想到 就是这样一个象征性的举动 它仅仅是一个口号 我觉得实际上从经济上来说 并没有在加勒服务造成任何损失 但是呢就引起了法国政府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应 就是法国政府立刻就放低了身段 然后派他的参议员议长到中国来 然后又做了很多这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姿态 后来我就意识了这个加勒服务对法国来说是流通的重量 那么我看了一些资料 我才发现中国的这样像这个流通行业 实际上已经被外国的这样一些大型的连锁商势 基本上都给占了 对 这里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这个呢就涉及到96年以来的政策 据我所知是96年以来各地的地方政府 增兴很厚的给外资的大的流通企业 比方沃尔玛和加勒服 以优费政策 让他们来 让他们在本地开 让他们在本地开商场 而且呢 这个行动还被贴上了政治标签 作为这个地方让政府改革开放的标策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实际上就是算经济上 我相信很多地方都是不合算 对 我记得当时这个中央电视台白岩松曾经说过 抵制加勒服饰 他意思就是说你是很愚蠢的 因为里面95%的员工是中国人 95%的产品也是中国人 那么当时我就觉得特别奇怪 既然如此的话 那么为什么 大 就是70% 80%以上的利润 要给法国人拿走 那当然了 问题就在这 就是说这种说法 其实是 没有脑子的说法 很简单 不说起来 没有脑子 就在于 这种说法 恰恰暴露了问题所在 既然产品和员工都是中国 为什么中国自己不开公司 为什么那种不归中国人 对 而且我们也可以想象 就是一个地方 崛起了一个外资的这样一个超市 那么会有多少 这个中国人自己开的小商店 或者说其他的 对 商业 就打币 问题恰恰都在这 就是说是 这些超市的开张 等于把中国人的盈利机会交给外国人 核心在这 对 就业 对 就业和产品的销售 其实是不成问题 既然他是卖给中国人 那么这些产品 为什么不能用中国的企业自己来销售 为什么这个人不能在中国的企业 中国自己的企业就业 为什么要把他 对啊 外资来开 难道加罗夫是来给我们做好事的吗 难道加罗夫是来给我们捐赠的吗 那当然不是 谁都是加罗夫来 他是为了挣钱的 挣钱来的话 他就很简单 里头有一块利益归了外国人 那么为什么这块利益要留给外国人 这就是我们的根本问题 就是现在大家都抱怨 说我们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我们生产的多 我们做的多 这个 但是 这个 生活不富裕 收入少 为什么很简单 利润 说我们的工资 在整个国际收入的部分低 那么 整个产品里头 利润占的部分低 剩下的很贵的谁 虽然那我们应该是利润 那当然问题就是利润归了谁 如果这个利润真正归了中国的企业的话 那我们还好上来 中国人之间 那比方政府可以指向这个 征税 这个 而且呢 现在很多企业 特别像如果一个商业企业能做到加罗夫 和这个沃尔玛这么大的话 它应该是个上市公司 这个上市公司 应该有千千万万的股东 是吧 这个利润应该是分离了中国的股东 那么不管怎么样 至少虽然没归劳动上 但至少还归了中国的股东 那么现在归得去 帮我们大家分付钱 对 是吧 这就是利润问题 就是说 简单说 为什么中国人民生产的多 收获的少 生活改变得不 改变得少 当然是因为大量的利润 被少数人拿走 而且 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 这种利润是外国人拿走 并不是被中国人拿走 我觉得这就是国土开放造成的恶果 那么曾老师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提到这个 发展方式的转变 是不是跟这次世间方面的这样一个 国际这个金融危机 或者说是经济危机有关的 当然是 因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 把中国过去发展方式上的一个 最根本的大问题 暴露的清准促促 这个最根本的大问题就是 我们 在 二十几年 甚至可以说是最近三十年来 就是片面的强调 发展出口 一套出口代表经济增长 这就是说出口导向前的经济增长 这个 希望通过发展出口 再把中国经济发展起来 这样呢 导致了中国一个过大的出口部门 过大的出口部门 但是在 对这个问题 我和实行政所的运定 是十年来就不断的在 在 批评此处 据我知道 这个运定也是多次 把内容它能够跟上层决策层接触的机会 不断讲这件事 就是说中国经济的 这个对外贸易的程度太高 应该降低 这个高到什么程度 简单说我们是一个发展的贸易 按理来说 对外贸易上应该是 对外贸易的规茫比较小 但是 对外贸易占整个中国经济 就是占GDP的比例 中国却远远高于很多 可以相 可以同类相比的 发达国家 当然了 这个有一些人把中国的对外贸易程度 新加坡 香港 新加坡是一个国家 香港是不是国家 就是把新加坡 新加坡这样的相比 这是根本没有可比性的 因为新加坡只是一个城市 那么你要把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拿出来 把这个城市和对这个城市以外的地方 所做的贸易 都算是对外贸易的话 那中国任何一个城市 内地的城市 甚至一个小县城 对外贸易的程度 都可以是非常非常高的 这个是没有可比性的 可比性的根本 是跟中国的土地面积 人口 至少可以比一比 当然中国这世界第一成长大国 是吧 人口可以比一比 那什么可以比一比呢 当然 美国 土地面积差不多 但人口它也只是中国的四分子 不过 这是说明 日本又是有点欠销 但是尽管日本这样小 很简单的一个比率 一个国家越小 像新加坡越小 它对外贸易的程度越高 尽管它是软正样的 比中国要小得多的一个国家 无论从土地面 从人口来说 但是它的这个 而且还有很发达 就市场交换很发达 但是它的对外贸易的程度 远远比中国 据我知道几十年来 日本所谓是依靠对外贸易 但其实它的对外贸易程度 可能也没有超过百分之三十 而我们中国呢 最高的年份也得到了百分之六十 这个问题呢 郑老师你刚刚问的问题 为什么长期 我们批评 有关方面不注意 是因为什么 当时日子过得还好 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 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速度特别快 确实给中国经济 给中国的过剩产能 超高一定的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相当如是 实际上那个时候 我们运定就是说 同时指出另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这么高的对外贸易程度 同时伴随着什么呢 中国的出口远远大于进口 就是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顺差 这个贸易顺差一定是向外输出资金 是中国 国际经济中 没有疑问的是 中国向外输出资金 直白地说 就是中国生产的产品给外国人 外国人并没有给你钱 一定是这么一个格局 那么当然 我们又是贸易 怎么外国人可以不给钱 实际上 这个增加当然有很多复杂的交易 但是本质上说 这个交易就是 中国人同时在把钱借给外国人 那么我们去美国 比方我们今天说中国政府持有了大量的美国政府的国债券 本质上就是由于我们这样一个大规格的出口 这个贸易速创造成的出口大于进口 当然呢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 本来中国在不断的向外输出资金 但是呢 中国还在引进外思 就是和我们上面那个体验的一起 是吧 根本不需要资金 也还是引进外思 对 就是好像是成了一种成了一种教教 或者成了一种信仰 对 成了一种信仰 呃 这个信仰呢 长期里没有人敢反对 对 我们反对的人呢 被看作是异类 不仅是看作异类 而且是看作你说这个思想有问题 啊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现在问题是终于这次危机把这个神话打破 因为他让我们看到什么 看到的就是危机之前 现在我会一定定乱 包括我在屋子里面做报告 我已经多次指出了 说当时的那个发展 啊 靠着大规模扩张出口户本 特别是靠扩大 呃 对外贸易顺畅 来对我们的发展 本质上是中国呢 是这样一个过程 中国呢 自己的生活水平很低 但是生产着大量的产品给外国人 换过来的 当然指的是什么呢 是外国人欠敌的债费 有的外国在不断地介入巨额的债费 啊 借债消费 但是我们中国还非常感谢他 因为他借债的过程同时 他在借债的同时又在购买中国产品 我们中国就以为他给我们解决了我们过程产品的出路 啊 我们可以永远依靠这个来发展下去 但是要一定要记住 这样的发展同时又意味着人民的贫困 因为当然了 你生产的产品 你老百姓没享受 你借给外国人 这就要说我们一个很穷的人 在不断把钱借给一个富人 真是一种天真 其实也很愚蠢 啊 而且关键是中国的老百姓忍不忍受 这个比我忍受 因为大家都在反 都在反应说我们的生活水平太低 我们富裕太低 不是说我们已经 已经这个这个 生活的多好 而我们每个人都喜爱情愿 至少我相信中国的 一半以上的生活 就是 但中国人或一半以上的那些低收入的人 他们肯定是嫌自己消费的少 而不是嫌自己消费的多 那为什么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要把大量的 产品 中到外国去 换了不来呢 是一个民地上的债权 而这个民地上的债权 其实面临着非常大的合体 将来它可能会不会完全 这个孙老师 我觉得呢 就是说 还有一个 就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这次中央提出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这样一个口号以后 这个主流经济学家呢 他们都在中央做一样 就是指引党 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 那么出来对这个 发展方式转变 提出自己诠释的 主要是些非主流的经济学家 那么 你对这个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你有些什么建议 你觉得中国应该怎样转 或者转了以后应该是 采取一些什么措施 转了以后应该是 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第一个 当然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现在最紧迫的 最最 呃 当前最重要的 是改变 我们这个最近二十几年来 甚至三十年来 大家一直 呃 一直追求的那个 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啊 转变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不要再把 呃 经济增长 的希望 寄托在出口导向上 不要再 呃 幻想 靠出口 拉动 来解决中国的 市场需求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市场需求问题 应该转向什么呢 转向实行进口替代 转向重点保护国内的产业 总的方向来说 是转向一个 这个 呃 内需拉动 以内需拉动为主 啊 而且呢 今后应该说 我们提出这个口号 就是 我们 今后的经济增长 应当完全依靠内需拉动 啊 这个完全依靠内需拉动呢 我的数量界限讲的是 界限很清楚的 就是说 我们目前呢 有巨大的对外贸易顺差 这么大的对外贸易顺差下 呃 呃 这次危机 呃 这个我说远点啊 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呢 我还没有 完全讲完 我讲的有点远 就是为什么这次危机 我们必须改变 因为我们过去总是 希望啊 呃 一号 出口增加 来解决 这个 需求问题 然后 拉动我们的经济增长 现在呢 是出口增加 这次危机都非常清楚的告诉你 出口增加增加不动 对啊 因为我们的出口 面临了很严重的下降 对 而这还是我们采取的非常厉害的这个旧市政策 特别是刺激出口的政策的情况下 啊 啊 出口出现了严重的下降 我们的队员贸易顺畅也出现了严重的下降 当然 这个 这个下降本身 西方人曾经很快很厉害的质疑 因为中国的金货部伪造数据 呃 伪造数据 也不是完全造成数据 他就说这个计算方法 比方说 他说 我很吃惊的说 他说中国金货部公布的对外贸易顺差 是扣减了外资企业出口 啊 如果加上外资企业的出口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才有一些来说的大得多 啊 是做了这种做法 那么 他们怎么能知道 这个 我中国的商务部等等啊 做了这么一种计算 我 我都很奇怪 是 他们怎么搞到的数据 很简单 我是搞不到这个数据 啊 所以我只能说 原理外我们说 啊 但是至少根据我们海关公布的数据 包括出口贸易速差 是有很大的下降 啊 这就说呢 这两个下降 本身就很简单说 你依靠铺口来拉掉 啊 自从是不可靠 啊 西方一有点风吹草道 你的经济就往下掉得很厉害 啊 而且长远来说 我更要强 强调点 长远来说它是不可持续 但是仅仅前面这一个 就是说 它是不可靠 而且是中国经济出了一个非常有福度 危险的比如 就西方但晚有一点风吹草动 有点经济危机 呃 你马上出口市场 啊 你的经济就必须连带的下降 就从这一条 我相信就足够猝死决算成干了压力 啊 不得不提供我们要改变发展方式 啊 所以我认为改变发展方式 确实 第一条就是要改变这个 出口拉动 这种经济增长 那么改变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 意味着什么 啊 这个 重点保护国内产业实行进口替代 意味着什么呢 呃 我想说第一条 就是意味着 呃 第一个它不意味着我们是要变成 对员贸易移层 啊 我们只不过是说呢 中国的对员贸易顺差已经足够大 适当有所减少 比方说 从这个08年的2900亿美元 减到1900亿美元 甚至减到千亿美元以下 这个应该是很正常的 根本不需要大清小管 那么我们当然今后啊 包括商务 一个最重要的任务 是要防止中国对外贸易出现逆差 但是在这一条啊 我们可以说是一条红线 在这条红线 这条底线的前提下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完全可以呢 把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 降低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 呃 维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 很简单 维持一个合理水平 比方说900亿美元 一年900亿美元 这在世界上就已经是 大概有几次于日本的对外贸易顺差 或者是1000多亿美元 但是你要注意 即便中国啊 维持现在1900亿美元的对外贸易顺差 一分钱也不增加了 啊 一分钱也不减少了 即便维持这个 那么中国的今后的经济增长 就完 呃 所需要的增加的市场 就完全只能来自于中国的内需 啊 因为很简单啊 你在出口上啊 出国外不可能再给你提供更多的市场 啊 就简单的宏观的宏观数据 宏观数据啊 那么在这个前提啊 就是说中国一千九万亿美元 一年一千九万亿美元 应该说已经是一个创纪录的数据 在全世界也也应该是手取离子的数据 董老师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如果我们从依赖外需 转向依赖内需 那就有一个提高国内下层老百姓的这样的收入问题 你不提高他们的收入 我觉得这样的内需问题啊 就解决不了 那你觉得你在这方面有什么思考 呃我认为呢 呃你刚刚这个说法呢 那也不是很全面 因为很简单吧啊 一个国家的需求呢 简单说 呃可以是有几方面 呃这个 这个投资 消费需求 啊 进入口 就是对外贸易市场 我们刚刚说了你 你对外贸易市场不变了 那就一个人 你今后不可能靠对外来增加需求 不可能靠外销来增加需求 还有这个投资好像目前看都都不是问题 哈 因为我们政府的消费人类是非常强的 就是公车相比好像有人统计就每年就三千亿 那么投资呢 呃去年就是四万亿 基本上都是投资 好像最弱的就是消费率 好 这个增加 呃提高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呃 数量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不过实际上我们也承认 中国现在这些年的消费数量还是在增加 特别是呃中层以上 他的消费数量应该还是在增加 那么提高消费中国的消费者的消费数量应该没有问题 结果问题应该是提高老百姓消费量的增加速度 他增加速度提高 增加速度提高到什么程度 提高到比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还要稍微高一点 只有这样才能呃提高消费占中国的整个GDP百分比一 那这样的当然意味着老百姓的消费水平要有一个相当快的提高 问题是我们采取哪些政策来防止老百姓的消费 这样还是提高 呃因为在目前的国内的这个呃制度 包括企业制度各种呃 呃经济结构下 那你是没有办法提高 对对不对 所以说呢要想提高老百姓的消费 呃需要的是我们做一 在一系列的地方 做一些根本性的改变 做一些根本性的改变呢 呃 呃当然了现在呃呃呃现在很多人是认为政府 对老百姓的各种福利政策应该有一定的改变 呃应该有大股的改变 就是多给老百姓一些福利 但是但是这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政府在做这些事情的财力确实很有限 如果单纯提高各种各样的福利 那么首先就遇到政府资金来源 是吧 所以单纯提高 单纯提增加福利 是不是很强 我觉得福利呢实际上是属于二次分配的范畴 一次分配才是这个 我一直认为就是第一次分配 就是尤其是工资这块 对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下大部分来解决 那么全面的说呢 当然我刚刚的话没说完啊 就是说全面的说呢是福利方面 也是有可为的 但是首先要为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是要为在 确实本来就应该政府承担起来的一些福利项目 比方最典型的教育所谓问题 是吧 这个现在人说 呃上大学把农村的一些家庭搞考了 对 这个问题应该是政府解决的首要问题 所以政府要解决福利问题 首先应该解决这个问题 啊 大学人说被问题 啊 特别是被贫困大学上的 所谓的问题 啊 你解决了这个问题 同时你就是增加了消费 因为 呃 农村的人 呃 很多农村的人 如果没有了这个工孩子上学的 这种费用负担的话 那当然 嗯 前一段时间 前一段时间有更重要的是医疗 现在人人知道医疗是一个老百姓的重大负担 而且由于有医疗开资的压力在老百姓不敢消费 有钱的人 即使没有病 他要攒钱 以防有病 所以说医疗改革 在现在中国来说 是 大陆自己 因为 恰恰是在医疗问题上 全世界的经验都证明 呃 应该由政府主导来解决医疗费的问题 啊 政府统筹来解决医疗费 包括美国 欧帕马现在搞的医疗费 都是什么 美国过去表示 啊 那么那么给人家说 谁有病谁还钱 而且我们 呃 要加一句就是美国搞医疗改革的钱 实际上是中国借给他 呃 这来不论啊 但是呢 呃 咱们对后说 你如果说是美国没有钱搞医疗的话 那么这个医疗 那么这个医疗呢 但是 我现在恰恰要强调这个 就是 常常有对一个国家来说 啊 政府统筹来解决医疗费的问题 是一个省钱的办法 短期可能是多花钱 但常常还是谁省钱的办法 就是说这个 谁有病谁花钱 这样一种 完全放任市场的制度 是一个非常毒害的制度 那么中国最近这些年 老百姓的很大的一个意见 啊 甚至这个很大的怨恨 啊 包括三十八三的说法 很大的原因 都出自于这个医疗 啊 也就是说 简单说是最近二十年 我们的医疗改革 完全失败 不仅是完全失败 是完全走了一条错误 你知道吗 啊 因为实际上欧洲国家都很清楚 它都是政府中道 来解决医疗问题 政府统筹来解决 甚至连英国这样的国家 英国在其他方面 和美国很像 包括企业制度都很像 但是 你要知道它一直是公费医疗 一个比较先进的制度 改成了一个比较落后的制度 完全落后的制度 完全是落后于时代的 一个野蛮制度 嗯 就是说 回头来讲 它也极其不略于我们扩大军民消费 这个我说了 哪怕一家人没有病 他们也要攒钱 以方家里人有病 这怎么可能增加消费呢 这我十年前 在我们所内部讨论 我就讲了 我说你这种改革 你所有的改革 你的教育改革 啊 所谓教育改革 连它收费 你的医疗改革 那都是让人不消费 你还在那说要扩大消费 它能扩大消费吗 我自己想想才能扩大消费 那当然 最后一个 住房 啊 我们现在搞的 这个所谓 住房制度改革 最后改革什么呢 就是把公有的住房取消了 公有的住房 有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虽然公有 但是你是地方租的 把这地方租取消了 啊 房租先涨上去了 然后是房价正式爆发了 那么人人要攒钱买房子 啊 有人说了叫老百姓买房 啊 这是扩大消费 这是胡说八道 概念上又是胡说 因为什么 买房子的钱 从来没有一个宏观经济学 啊 教科书和统计药数 能从那个东西算消费 那不算消费 那叫你购买资产 这是投资 消费什么 你 他们上消费什么 你住房和房租 那是什么 我们第一个 住房改革 大家自己问问 房租是够了还是第一个 改革以后房租啊 第二个 关键是你没有地方都会购买 给你住 只好去买房 对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老百姓 嗯 绝对不可能增加老百姓 而因为之前呢 有一点钱 甚至三代人 一块儿攒钱 交给开放商 去买 去买房子 这个是绝对减少消费 我们不要讲一次分配 就是这二次分配 你赠完钱之后 赠完工资之后 这二次分配 它根本就是没有一个是 是扩大消费 它都是叫你消费委属 那么 那么 所以说呢 其实老百姓也咋了大问题 政绩也要清楚 三桌大散 有了这三桌大散 老百姓不可能扩大消费 那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说 要想真正鼓动老百姓 扩大消费 首先第一个 先把三桌大散进去解决 我觉得这个可以是 一个发展方式的转变 创造一个好的这样一个基础 没有这样一个基础 实际上 谈发展方式的转变 我觉得就有点 直上谈拼 那就是直上谈拼 那么 你问主流和精英为什么对这个问题不发言 是因为 可能还就是因为他们懂一点经济学 懂一点经济分析 这是他们比老百姓强的一块 他们明白 讲一样讲下去 就会讲到他们这些年鼓吹的那一套东西 是吧 医改啊 什么什么叫改啊 什么肚房制度啊 现在据我知道大批的人 是在给开发商当富者 呃 掌架有雷 开发商贸给有雷 呃 说到最后 他们那个这个 这个巧说如获嘛 这如光自责在鼓吹什么 那这如光自责无非在鼓吹 你们就应该省钱 呃 不消费 去给 送给太发商 去摆着高价的堂路 那这种情况下 他们怎么可能出来说 改变发展方式 改变起码是打成自己说 自己过去说的话的嘴巴 自己打自己嘴巴 这个昨天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现在 嗯 我们国家已经加入了WTO 如果关于中国加入WTO的承诺和条款 现在我们还不是全部知道 有很多承诺 我觉得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公布 那么你觉得 嗯 中国对WTO的一个成员 跟这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呢 这两个之间存不存在的辽顿 或者说中国的 呃 整员经济发展方式 会不会受到这个WTO条款和这样一个制约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那么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呃 制约应该是有的 我老实说啊 就是说 这个 当年 我 认识韩德强 我们后来呢 共同资助 呃 呃 产生了这个文字箱 是从哪里发生的 就从1999年 关于中国加入WTO的争论 发源 我们走到一起了 我们就认为当时 呃 我们中国方面 当然不是全国人民 是一些决策人 给予加入WTO 然后为了加入WTO 在中国的经济政策上所做的种种 这个让步 种种承诺 是牺牲中国发展的长远的意义 呃 呃 用现在的话说 从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角度中 就是 走向了一条错误的发展道路 这条错误的发展道路 一个核心 就是 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 那思想很简单 呃 他们就说 我们做的这些 让步也并不是愿意做的 这些让步呢 核心是开放中国市场 让 外部的产品进来 呃 外资呢 是另一个政策 八个政策 八个TO呢 呃 原则是不涉及外资的 呃 它是个对外贸易的东西 呃 就是 开放市场 我们也不用愿做 但是不能做 为什么 那当然是 加入WTO之后 对方会开放市场 对方开放市场 我们从对方开放市场里得到了好处 呃 这个很简单算数了 呃 比我们这个开放市场 受到的坏处要大 力大于弊 呃 那么 这些人呢 呃 最近这几年 还很有理由 就是最近这几年 中国经济 高度增长的 呃 高度增长呢 相伴随的 是中国的出口 高增长 特别是出口顺差 高增长 这个呢 在某些部门 特别是积极鼓动加入WTO的部门 比方商务部门 他肯定都是看着中国的成就 而且就是加入WTO 但 对方 整个加入WTO 我们这个角色 就是这么一个啊 呃 走出了 这条路 那么现在证明这条路走不下去 就很简单 你的这个出口顺差 呃 增加不下去 一个是西方的波动 经济波动 使你客观就掉下来了 比方说我们林永远河南 更重要的是 希望国家 不会与你群里的出口顺差 这样 一直增加强 最近的所谓要和我汇率升值啊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啊 等等的这个争论 都是核心 就是很简单 你的对外贸易顺差一大 人家就要早差整理 早差整理呢 其实 是个很计划经济化的目标 什么计划经济化的目标 你得把你的对外贸易顺差给我降 人民币对外贸易顺差降下来呢 它的作用在哪儿 这个作用在 呃 你少向他们出口 他们就保住了本国的产业 保住了本国工人的就业机会 人家一定要指责你的大幅度出口 特别是你的对外贸易顺差 是抢走了我们国家工人的就业机会 他们不一定一定会这样做 那么结果呢 其实呢 西方人现在看来 当时就很清楚 这就导致了什么 我们在加入WTO的条款上 呃 他们硬逼着我们承认几条 几条什么 非市场经济国家 非市场经济国家 呃 它的客观作用在意味着 西方人可以随时 呃 拿出这一条来 呃 说中国在搞出口倾销 啊 招总统理由 啊 出口就很容易的给你扣上一个出口倾销的帽子 然后采取贸易 保护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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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的贸易措施 那么还有一个呢 什么 紧急啊 保护 本国保护西方 保护本国的紧急 应对措施 这个紧急应对措施呢 好像是原来 就是一般大问题物里是有这个措施 但是好像原来错不到了 就是这一条我一般是我就觉得非常难以理解 我不知道当时的决策者 他们是怎么想的 就说实际上如果说 我觉得中国加入WTO 底线就是你承认我支持啊 经济国家 如果你不承认我可以不加入 就是因为当时决策者 直白地说 就是在经济发展方式上 走 想到想的是一条完全错误的头 就是出口搞像啊 他肯定是 我相信啊 如果没有别的动机 单纯就是说 为国家发展 考虑这种动机 不是出于别的动机 别的动机 我们也没法射 他为了自己怎么样 哼 这个我们也不能随便出 你没有根据你不能随便给人扣除 他如果真是为了国家发展的话 那么他的想法一定是这样 出了走这条路 没有别的路 这就当时说的 你没有办法 只能是融入 是国际社会 只能是接受这个 实际上根本这就是胡胡八道 怎么没有别的路 别的路多了 那么现在是什么呢 你这条路你一枪走 人家也不让你往下走了 对 现在就不在这一步了 那么没有办法 说白了一句话 治完当时说法 是没有办法我们才走 那现在到底没有办法 你得想办法 对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那么是不是和加入WTO有冲突呢 这是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采取了很坚决的保护国内产业的政策的话 那么可能有一些保护国内产业的措施 会被人家指责为是和WTO的承诺相矛盾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 这件问题是 我自己直白的说 不掩盖 我认为不应该掩自尊 我自己直白 我们加入WTO的整个条约 包括长龙 本身就是一个不停的条约 我不怕说是这个 你给我任何地方我都承认 因为就很简单 就凭这个市场 非市场经济代理 它就是一个不停的条约 这个存在不错 我当时我就跟很多西方人说 我知道你德国人对政府 政府对经济担忆 某些某些方言 那比我们中国力还多 听说你是市场经济 我又不是市场经济 这个存在这样有可能性 就是要中国提出修改 加入WTO的条约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提出 应该如何提出 但是问题是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 和我们现在的改变经济发展方式 这个目标上 我们应该从哪个角度提 哪个方面提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商务最近这一两年在做的事 某种程度上也叫修改 叫什么修改呢 搞自由贸易 那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加拿大WTO的强 走的更远了 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应该是什么 中国国内市场完全不是王 当然也要是对方完全不是王 那走的更远了 我认为这个方向本身就是错 就是 哪怕你说这是修改 这个修改 还不如不修改 就很简单 是什么 现在应该什么 允许保护 你们对方保护 我们中国想不允许 我们也没话 因为什么很简单 人家那个市场经济地位本身 就是最大的保护 所以现在中国提出什么呢 现在保护是不对的 你们可以保护 我们不可以保护 那么说我们要修改是允许保护 那当然了 你记住说允许我中国保护 我在哪里哪里的产业 那对方肯定也会提出 你要是允许我保护 保护的产业 我们要弹产还是弹这个 对 这个总长说 刚才谈到这个发展方式转变 你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用进口替代取代出口导向 那么这个会不会在国内上 会不会产生这样一个效果 就是说消费品的价格上升 质量下降 会不会影响到人的生活水平 当年一开始争论的时候 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这个不是大问题 因为什么 中国的产业正在全面提升 很简单 这个保护 提高中国的收入 中国人民的收入 只要人民的收入 比这个 这个产品价格上升 上升得快 那么人民生活水平是要改善的 那么为什么说保护可以提高人民收入 很简单 保护可以提高中国的产业 提高中国产业的竞争力 特别是提高中国产业的技术水平 那么技术水平提高了之后 生产力提高了 生产力提高了 人民收入怎么讲 人民收入增加了以后 那么 曾简单 钱多了 对 你东西涨价涨不在这 是没关系 我收入增加一倍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人民收入低 但人民收入为什么低 因为中国的产业 附加制裁 高技术的高附加的产业 都涨不在外面的时候 你不保护 不类似中国的这些 高技术高附加的产业发展 高附加的产业发展 中国人民收入就上去了 所以人民收入不是问题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某些人把出口当中 它就这么紧 对 这个呢 周老师 这个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会遇到些什么困难 你觉得这个转变 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 完成了以后 它是应该是有什么样的 这个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呢 还会遇到的问题是 就是 是两方面 一方面是制度性的 其实呢 中国的制度是有毛病的 但是这个 我讲这个制度有毛病 恰恰和那些自由主义分子们 讲的一个制度正确 他们是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也够 中国的制度问题是 中国资本主义也够 要大大发展资本主义制度 我说的是 中国资本主义制度太坏 必须抛弃那些最坏 至少是最坏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 是这个制度的问题 这个制度以后最典型的一个 就是 咱们刚刚的话讨论还没进下去 其实你提的是很对 就是 初次分配 我刚刚讲的三个大三 我承认基本都在二次分配中 初次分配有个问题 初次分配有个问题 最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最近十几年来 几乎采取的所有政策 而且这些政策都是打着改革的票上去 都是什么呢 都是打压中国的劳动者阶级 让劳动者阶级待遇下降 特别是在工作岗位上的待遇下降 让他们变得更贫困 尤其是对常势力的劳动者阶级 几乎所有的政策都在打压劳动者阶级 打压劳动者阶级的结果 当然是让劳动者们 用更艰苦的工作 更坏的报酬 甚至是生命更没有保障 来换取一个更低的公司 而不是更高的公司 所有的政策都在倒退 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谈不到扩大地区 所以我认为 确实我也承认 就是说 中国的消费地 内需地 根本原因之一 是这个初次分配有问题 我刚刚强调的是 初次分配还有二次分配有问题 二次分配有三度大三 这三度大三又进一步加强了这方面的问题 就把中国的消费压到非常非常低的问题 所以说呢 我们当然应该改善题 对初次分配上做改善 那么在初次分配上做改善 改过成一句话就是 要改变劳动群众的待遇日益恶化 才能趋势 转向一个不断提高劳动者待遇的发展道路 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待遇的发展道路 当然是包括我们最近几年征论的劳动合同法 说话说 劳动合同法本质是要提高劳动者的待遇 这个在工作根本上的待遇 这个就是中国根本制度问题 这个制度问题还和另一个问题联系的 就是中国的所有制度 其实中国很多人鼓吹似有化 你就仔细研究研究他们鼓吹似有化的那些论据 最核心的论据是什么 国有企业养了一批懒人 为了治这帮懒人 我们要把国有企业改制 切不住国有企业到底养了多少个懒人 这个数字次实 但是实际上这套话承认了一条 是在国有企业里 工人的待遇远远好于非国有企业 这个恐怕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否认 是不是 那么 他们搞改制 这个就是 使劳动者的待遇恶化的措施之一 甚至就是 目标可能就是 把劳动者的待遇恶化 那么现在我们说你要转向 提高劳动者的待遇 当然得有具体措施 具体做什么 当然通过劳动化 等等等等 让这个 包括对这个私营企业主的各种各样的惩罚 让他们对人道的对待 劳动者 这当然也是很重要的措施 但是 我们应该记住 保存和进一步发展 现有的共有制企业 这个让现有的共有制企业 当中的员工 这个 有一个 比较正常的待遇 这个应该是 提高劳动者的待遇 另一方面 另一个措施 那么这个措施 就联系到我们另一个东西 就是说 现在我们改变 发展方式 在制度方面 最重要的一条 是什么呢 是改变最近三十年来 公有制经济 不断缩小的这个格局和倾向 而要转向 真正以公有制经济 主导经济发展 转向这个道路 那么真正以公有制经济 主导经济发展 势必要提高公有制经济 在整个经济中 站在比赛 发展 它的作用 这个发展公有制经济 同时也是提高劳动 从代表的 一个方便 当然 这个光是一个简单的 发展公有制经济 还不行 因为现在有些人 包括自由派有些批评 也是有道理 就是说 目前的国有企业 已经集团变质 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其实这个变质就是这帮人 勿醉主派 又是什么 加强领导主的全会了 又是什么 自主决策了 又是这个 搞成这样 但是现在他们又说 你看你的国有企业现在 腐败 是吧 包括腐败啊 都不少有自由派在公粹 一定要让他腐败 你腐败了 他又在那说 你看这种国有企业罪恶 变成腐败 那我就问 至少腐败的事 毛泽东是代表 对 作为企业 不是你们国最改革 搞出来 跟这个改革 或者能排斥这个公司参与这个 管理性很大 是的 所以说呢 当然 我们这个发展公司的 不是简单的就是 扩充国有企业 而是呢 前提 先是要对国有企业 做一个 原本的讲解 对这个残忍腐败 这类的 包括领导部作为总统 要严整 而且 据我现在观察 一般的情况下 其实现在有大量的国有企业 是处在竞争状态 出的竞争状态 就看 我就记得啊 新浪错过往什么 还都有报道 是吧 说 最近有的记者一盘点 上海国企 上海的企业 工资差九位 其实我一看 他是讲上海的国企 工资差九位 九分点 确实有的国企是垄断 电贝这些部门 跟这个一般的国企 那么这个一般国企 是什么国企 那当然是出的竞争状态的国企 是吧 那工资差九位 怎么怎么样 是吧 那就说现在还有大量国企 是处在竞争的 那我就说 处在竞争 呃 情况下的国企 是 我们是应该整顿 也应该整顿 整顿一下 工人参加 管理为主 啊 当然领导还应该有领导的权威 适当的决策 自主权也应该有 上上级的监管 主要是监管是否尽职尽责 这也都应该有 但是 呃 竞争行业 倒可以提倡啊 啊 这个尽量 这个鼓励工人参加管理 实际上 对垄断工人呢 那是社会的监督管理 对吧 同时呢应该有 政府有 财税方面应该有一系列的配套政策 比方说 啊 内论上较制度 领导的内论考核制度 对公众的服务 服务程度 包括收费 都应该也一样的考核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 建议学家在这个国企企业体上 他们一个最大的特换概念就是 把国企的管理问题 变成一个产生问题 而且这个管理问题 我刚才想到这个 管理问题和它成为 它们造出来的 咱们讲的一系列的这个 改革措施造出来了 很多问题在内 没改革措施造 没有 我这个不可及格 就是自找腐败的一条 这个 暂时 关于这个 经济发生方式转件 我们已经 谈了很多了 你能不能问你的观点 概括 概括有几条 概括几条呢 那当然 那其实有一些 我还没 没好好讲 概括几条呢 有一些政策 还应该 应该 谈一谈 比方说 促进出口导向 我觉得有一件事 要给大家提一提 就是 四十材料 这个 以便大家都记录 我也记录 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国外 经常会看到这些 特别在美国 你可以看到呢 很多中国产的产品 同样 不要同样的话 在中国 卖的价格 竟然没在美国 还高 所以我们就觉得 不能理解 你出口到美国 至少是运费 那要给在中国告诉我 那为什么 就是有人 有人告诉我 这是事实 就从一条就知道 中国有一个 出口退税 这个出口退税 是大陆提供允许的这样子 这个允许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收的税是收增值 在增值环节是收税 出口退税 是把国内征收的增值税 原则来讲 是把在国内征收过的增值税 返还给消费者 为什么WTO允许出口退税 本来就明摆的是一个 鼓励出口的政策 那为什么WTO允许 是因为呢 这个 说是 可能出现双重征税 因为你的商品出口到外国 外国不提出口关税 当然是 销售环节的那种销售税 比如说营业税了 消费税了 它都会消费 它不是双重徒税吗 你在中国交了一次 到美国还得交一次税 那么说 我都把你在中国征税退了 表面上它是很公平很可怜 但实际上 中国的经货部门在这里头 耍利很大的 画照 这个画照呢 我相信他们不是不懂 很简单啊 就是 中国的出口 这个 这就涉及到退税率 中国的消费 中国的这个 增值税 是17% 那么出口退税 原则上 应该是17%退税 美国的消费税 是8% 州和州部一样 低的州 4% 那就是说 中国的老百姓 光从税这一条 因为我们在国内买的东西 这17%的税都要上 但是外国人买的 17%的税已经退了 只要上8% 甚至有的州 只要上4% 那他就 这个产品就可以便宜10%了 所以 你这个退税 真正 我们要从道理来讲 是没有道理 法律上好像很合法 甚至WTO都认可 其实是没有道理 没有道理 就这么简单 你说从不征税的话 那你把通俗给放 是吧 你绝不应该退17%的税 很简单 按照美国人征税 我来认识 美国人如果收40%的税 我退给你40%的税 这是什么原因 美国人收80%的税 我退给你出口的 80% 这就不重复了 而这个 中国的商务 从来是 生怕退税率 第一 很简单 他就要搞政绩 这肯定的把退税率往上倒 你要知道 有人告诉我数据 说中国一年出口退税率 退税是财政要拿钱的 增进来也得给钱 八千亿 这八千亿 拿了八千亿来补贴国外消购 补贴国外消购 但另一方面 中国政府是不是多了 多少钱花不了 地方政府现在都操作说 他要 他要破产了 对 为什么他们在那 拼命的这个 卖力 收钱 那地方政府就说 我不卖力不收钱 我没钱 那么这个情况 这么困难 地方政府财政这么困难的情况下 我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不能把八千亿 补贴地方政府 当然股贴不是让他们去吃 是让他们正常的 为人民服务需要的那些开销 那总得有吧 为什么能拿到八千亿 补贴地方政府 要是股贴外国消购 做了什么 什么没算 就是股贴外国人 而且我最有怀疑的是这个 就是现在要强调令 外资 据我所知 我们的商务部的官员找了草 中国的出口对税 应该给外资企业一次同然 它这个味道拼的待遇来了 中国企业既然可以出口有对税 那外资企业也应该出口有对税 如果有外资企业在享受出口对税 你想看外国人 这一颗钱他赚了两倍好处 一个外国消费者 买个一架商品 外国企业还增加利润 因为中国的很多出口企业 就明确说 如果没有出口对税 我整个出口就是给钱 是不是 那你还帮着他他赚钱 就是补贴的外国 外资企业 我现在确实这一声 没太搞清楚 我现在是要商务部的回答 出口退税 外资企业 享受怎么办 我相信就已经做到商务部内的德行 他肯定是让他享受 他实际上是 我觉得商务部是一个部门的利益 然后取代了整个国家的这样一个 这个部门里头的很多人 干脆就是直接带给外资企业说话 对 这个 所以呢 这个就是说 这样一个具体问题 都很清楚 就是说 我们国家 我们至少提出 要大幅度的降低出口退税 这也有助于我们把我们的出口顺差 包括出口规模 减低到一个合适的 合理的水平上 这也有利于我们跟外国人谈判 外国人让你人民币收拾 外国人让你人民币收拾 有利于你报警收拾太大了 那我们通过出口对税这样的措施 我们把它降到一定程度 这外国人就 没话了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情 我们就这么简单 我们把钱送给人家 还叫人家骂 你越送给人家送 还越来人家骂 实际上有这样干实际上吗 是吧 那么 出口退税省下来的钱干什么 我说干的多了 是吧 这个 军工 这个 可怜 甚至地方政府 现在动电里没有钱的问题 你的半生亿 为什么不能给他 你把半生亿拿出一半 拿四千亿给他 是吧 做法很简单 把退税率给我交给 是吧 我们是讲的 具体的实际政策 所以呢 谈到实际政策上 我们讲 第一条 我的主张 第一条 改变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转向重点保护国内产业 实行进口替代 那么这其中 包括了 我们要实行一期列的 保护国内产业的政策 而且呢 要建立 要敢于党目为战 因为你比方说 发贷给旧党国 是吧 包括中国的 汽车零部件产业的政策 那么 对方就告到WTO去了 告到WTO 我看下回 咱们就不客气 你告到WTO 我不是到WTO应付 我是到WTO 来讲这个 当年 当加入WTO的时候 我们被迫签了一个不平等条约 最不平等的就是 他们随便 随随便便 就可以把我们说是 非市场经济国家 来惩罚我们 但是现在呢 WTO要解决 咱们从个人去认为这个问题 重新谈谈 我们中国在法律上 还有一条可以拿的是什么 WTO条约并没有经过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批准 因为是 我们知道 制作内情都知道 是人民代表大会四千 呃 授权了 因为国外公司 你批 你谈完了 签了合同之后 签了条约之后 最后拿到 议会上去批 对 我们的议会没有去批 就等于说 我们到现在 还议会没批 是四千授权了 四千授权了 你现在议会也可以说 对吧 这数理权不算数 因为他签了 我们不满意 不满意 还有我来批 我来批 我不批 要让我批 充弹 法理能够成立 对不对 说了啥 那全管我们中国人自己怎么做 自己怎么做 明天我就说 我们充全 人大代表 充全政协代表 都要求充弹 充弹这个问题 不批 现在的账户不批 我们没什么任何问题 然后一起回头 回头 这是第一个 改变这种片面的出口导向 那么改变这个片面出口导向 我们讲了 转向重点保护国内产业 具体怎么 具体哪些政策 关税政策 等等政策 我们可以讨论 但是这里刚刚 有一个我刚刚讲到的一个重点问题 就是出口退税 第二个问题 必须正式 必须解决 因为根据我这些年 对中国对外贸易研究 我知道 每当外贸出口 增速有所下降 这个商务就跳出来 最后他一定运动到国务院提高出口退学 而且大量的产业都在17% 就造成我们现在的状况 就是 都是中国生产的产品 在美国买的基本比在中国还便宜 对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改变鼓励外资流入的政策 我不客气说 我们应该转向什么 挤出外资 挤走外资 因为很简单一条 外资并没有增加中国的资金 因为从中国 从1994年之后 中国一直是存在对外贸易顺差 这个对外贸易顺差 从学术上讲 经济学上讲 就是你在流出资金 对 对 那么外资的流进只是增加了 流出资金当然是因为中国资金过剩了 那么外资的增加只是增加了中国资金过剩的问题 资金过剩的问题 因为什么外资当然挤占了中国的大量投资机会 现在这个时代 当年呢 这个能出现这个格局呢 是有一定的客观形式 客观形式就是什么 因为实际上日本是美国全资金 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不断的从国外吸取资金 美国有大量的地方的逆差 这个逆差就是不断从国外吸取资金 美国在不断的吸取资金 那么表面上看 中国的多余资金还有地方的用 而现在呢 因为次代危机爆发 美国的这个问题暴露 暴露的问题是什么 美国的这个吸取资金其实就是骗钱的 说直白了一句话就是在骗钱的 就是他吸取资金是什么 表面上是说我招商引资 借钱 就一句话将来会还你 哪怕招商引资 你投资吧将来有回报 对不对 但是现在是告诉你没有回报 没有回报的情况下 那现在全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过剩 对于那些发生在这危机的国家来说 当然不是资金过剩 是他缺资金 但是 我们现在讲的资金就是什么 要有回报 从有回报的角度 现在资金就是过剩 我们要早保证能把钱还回来的那种投资机会 从这个角度上讲 现在资金绝对是过剩 缺的是投资机会 这个我们就能看出 最近十几年来我们的政策问题在哪 实际十几年来中国一直是什么呢 牺牲了中国最稀缺的东西 就是投资机会 来去赚取中国最不缺的东西就是资金 因为你的资金是多余的 所以当前的危机爆发以后 问题表现更清楚 为什么经济下降 当然就是因为没有有利可投的投资机会 大家都不投资 所以中国和世界各股一样缺的是投资机会 多余的是资金 为什么要几种外资 几种外资就是给中国资金留下投资机会 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就和我们主流媒体讨论的很多问题 他们都没深入讨论 深入讨论就很简单 他们说现在温州民间有多数多数资金 温州的资金怎么来的 咱们现在不讨论 至少有一大部分应该是发展产业来的 发展产业来的 难道温州的产业就发展够了吗 就不需要再发展产业了 相信美国温州的产业能赚现金吗 他为什么不在投在产业上 很简单 你去问温州老板自己都知道 他们觉得不赚钱 所以资金过余 至少就从温州角度 这个多余资金 温州有这么多资金 其实就反映了中国的资金过剩 找不到投资机会 找不到投资机会 于是他们看什么呢 到山西去买杯矿 到海南岛去买东 为什么做很简单 他认为赚钱 但是现在过来 中国难道真的没有赚钱的机会吗 没有赚钱的机会 为什么外资还来 包括在中国的实业 财业投资 当然了 这里有一个结果问题 结果问题就在想 这就是中国私有企业固有的贸易 一家一户很能干 合在一起不能干 一家一户的资金不够办大企业 外资来都能干大企业 但是中国政府 你不天天在那里发展资本市场吗 什么改革吗 你改革了半天 你怎么就这件事都不能改革了 让中国的私营企业发展成那个样子吗 它能做就一个私营企业之间 联合企业来做一个大企业做什么什么 美国大企业也能让它发展起来 所以我们是干什么呢 发展能做大企业的地方 都早早地让外资金来 甚至明知道是赚钱 就留给外资金投资 这样以来 中国的资金怎么能不过什么 包括温州的那些小企业主 全都资金不过什么 他们不敢投资 实业界他们不敢投资 很简单 人家早有 我们干货业干货 我们干生产干货 我们也不是干货 通用的料 没有什么私营企业 就最简单的 你私营企业资金少 你可以做棋手 它发展引到 没人敢拿 为什么就这么简单 有了客户口 谁来得它发展引到铺子 不都是你的外资帽子吗 所以这个外资企业 对中国是一个大害 不是现在是大害 十几年前就是大害 只是现在的大害暴露得太平均 所以说呢 我就是 我认为中国要改变发展方式 就是 从鼓励外资流入 要转向几处外资 几走外资 从政府角度 直接出来说 撵外资走好像有点不太合适 但是没到那一步 还是不太合适 但是 至少你心里要有个明确的态度 现在是需要几走外资 几走外资 是给中国的资金留下投资机会 那么当然了 几走外资呢 要有步驟 步驟应该是什么 因为外资经营的大多数是 企业功夫比较大的 这种领域 在这种领域 比较合适 还是国有企业 因为国有企业可以规划做得比较大 所以它的观念比较成熟 就是什么呢 简单说 靠发展国有经济 挤走外资 打压外资 同时呢 也给民间资本创造投资的空间 留下投资的空间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就是 产业结构上 产业结构上 我们要改变单纯依靠出口 和商业房地产创造总需求 这样一个道路 这个道路呢 应该说 并不是最近三十年一贯 但是是最近五六年一贯 就最近五六年以来 中国的经济增长变成一个非常悲醒的增长 就最近六七年 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08年之前 中国经济一连高增长到五六年六七年 但确实这六七年里头 高增长的主要的需求 是来源于房地产投资 和出口 这两个都是极其七星的 因为房地产投资呢 完全是由房价拉动 正好和房价拉动 并行 这两个特别七星 特别七星的情况下 现在群众对房价高涨意见极大 那么 我也毫无犹豫地认为 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房地产泡沫 就是房价是一个泡沫 必须让它破灭 你也应该让它破灭 但是破灭了 当然政府就超过一个了 说这个 房价高 房地产商才投资 我们需要它的投资 来拉动进去 我们不说了总需求 有投资消费这块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你现在出口 进出口不能增长 靠进出口来拉动 总需求来拉动 增长 这套路的词 房地产贷掉在哪里 我靠什么拉动进去 很简单 靠什么拉动总需求 拉动进去 那么 我们刚刚讲了 是吧 要最根本的道路 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提高人民的消费 包括这个 通过公共渠道进行的消费 就像 像这个教育上 通过公共渠道做的消费 来拉动 总需求 但这个东西 它肯定不是一两天能做的事情 你现在马上做 那要不要 包括 提高工人 劳务群动的待遇 这个当然了 你别说一两天 十年八年 你都闹成什么样子 所以它的希望并不大 政府说我现在就需要一个代替 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 我回答很简单 其实总需求在中国是客观存在的 只是你政府不做 政府不做 你想靠市场做 这就是我们说的制度问题 市场经济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事情 政府不做市场做 总需求就不高 政府要再用总需求就高 那么哪一个 当然具体落实要铺盘 这是我讲的第三点 就是我们现在需要 改变单纯一号出口和商业房地产 创造总需求 这样一个发展格局 那么从产业结构上 我们以什么来替代 我算了一下 很简单 第一个 要对军工产业大力投资 这个我的这个危机还是基于那篇文章有 今后我可能还要出一篇文章里头 也都会讲到 简单的一个策畔 就是说 如果我们按照现在的趋势外推 中国经济有可能三十年内赶上美国 那么在三十年内赶上美国的这个期间 中国的军工应该达到世界最先进水平 就是说 起码跟美国并加齐军 如果把目标定的这么高 中国的军工产业的生产 就是生产的那个军事装备 它的技术水平 它的数量要达到美国那边投入 因此我们需要对军工产业进行投资 包括投入研发资金 研究和发展资金 这个可能光这一项就能每年拉动中国2% 需要多2% 过去最近三十年 中国特别是前二十年 中国基本上就不对军工搞什么投资 最近十年还有什么好处 搞了一些投资 理由是说我们没有资金 我现在讲得很清楚吗 说我们生产不了那么多的东西 现在中国的生产能力也报的 资金是多余的 这个情况下你不发展军工没有任何理由 为什么很简单 中国现在人都说现在中国很强 GDP可能今年就达到世界第二 是吧 第二就是说已经超过日本 过去日本第二 那么当然几次于美国 是世界第二好像很强 实际上这个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 我们并没有达到鸦片战争爆发时的地位 因为有数据算是很清楚 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 中国GDP世界第一 为什么我们爱了 很简单 军工落后 西方船船船船船船船 中国到现在 很清楚 我们还没有摆脱鸦片战争说的那个 那种 总体来说还没有摆脱那种 就是你GDP不管怎么大化 你军工想差 所以你还是出了一个落后爱打的状态 背头爱打状态 当然现在没有战争 没有战争 但是一旦有什么国际冲突 你还是挨打的 就是很简单吧 你看看就十年内 是吧 科索特战争伊拉克 哪一个不是说你军生要差 军工要差 就一定要爱打 老实说 伊拉克爱打是该爱打 那个 科索特 南斯拉罗爱打该爱打 他那么点的小国 对抗得让美国吗 他怎么先进他也对抗不了美国 你中国再来打 你没有任何理由 你GDP这么大的 你还得打 那怎么你自己搞的呢 比如很简单说 过了三十年 如果再有什么武装冲突 中国要被人家打了 那就很简单 回头去吧 现在的一个 你资金也是多余的 生产能力也是多余的 你为何不保护 搞到最后不完 就这么简单 回头 如果回头我们说 我们不能再回到雅天战争的状态 我们要彻底改变中国的一百六七十年 背后爱打的状态 落后爱打的状态 你要改变这个 回头 打得很简单 就是发改变功 搞世界第一军功 你要立刻这个目标 中国的总需求问题 先解决一半 起码每年跳到百分之二的军 我们现在什么状态呢 就是到零八年的时候 咱们对外贸易国进出口 就占GDP的百分之六 这个零九年 进出口占GDP 下降了百分之四 那么我们说 我们进口应该 还是应该保持适当的进出口 但是中国 就马上中国经济规模越来越大 你这个进出口占的比例 就应该越来越低 是吧 你很简单算一个 说我们进出口 降了个合理水平 百分之二 百分之二就很可怕 战绩第一 因为那个对中国将来 也是意味着 上千亿美元的对外贸易顺差 那西方让不让你 还是 再天天跟你打爆一下 就打这个 是吧 那当然说 缺了百分之二的出口需求 百分之二的需求怎么办 少了百分之二的需求怎么办 我就说很简单 搞定 搞定就解决了 实际上 很多人说 那些东西我不吃都不能穿 那我很简单 你生产的东西 你吃到你穿到我 你不都送给美国人了吗 还要贴上八千块钱的退税金额 八千亿 这个 八千亿 是吧 这个就是 起码是我们中国自己造了武器 自己不爱打的 怎么叫不爱打的 那你现在要准备解决太海危机 都不能花钱上俄罗斯来的东西 是吧 各种东西都得进口 最后果然还要花钱 是吧 所以第一个 搞军工 大类投资于军工产业 大类投资于技术的研发 技术研发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现在 大家都操作低碳经济 发展新能源 说国际人有数字 说中国一下子变成新能源生产的第一大国了 但是中国是新能源生产第一大国 可不是新能源技术第一大国 高梁他都很清楚 高梁就跟我说 新能源技术 核心技术掌握在每个人手里 大量技术 每个人转让 甚至是大量生产是引进一个外资企业的 我们发展委还给他的大量资金 补贴上 让他生产 在中国土地生产 也让我们都新能源设备生产了 你还给他们做补贴 当然理由是什么 我们要发展新能源产业 是吧 我们要鼓励这个产业发展 那就证明一条 你中国的这个技术研发太长了 是吧 要改变军工产业的技术研发落后面了 把各方面的核心技术拿到我们自己手里 当然怎么办 就是要投入嘛 是吧 是吧 研发呢 再占TDP百分之二 那不又又有两个百分点的需求吗 那无论就国家付钱了 是吧 这个就是 这第三条条案 一举改变我们最近十几年来 我们批评的问题 中国的军工落后 中国的技术研发落后 现在的实践里面这么单纯依靠企业去搞研发 是不可能的 依靠外资来 那根本就是错过的 是吧 那就是我们要 要加自己 投入自己 加大 同时呢 可以给我们的需求问题 这个 另外呢 再有几条 就是 这第三点 第四点呢 一个具体的政策 就是我们要改变最近这十几年来 从房改以来的那个思路 是 房改以来的思路就是什么 是鼓励私人买房 让人人成为房主 为了鼓励私人买房 就是鼓励银行贷款的私人 所有的政策都对这个 这个政策最后实践结果 证明一条 就是它造成了房地产价格的暴涨 我有专门的数据 今天咱们都仔细讲了 你们看我那个 就是 我坚持这个 你看数据就很清楚 就是房价暴涨的根源在于信贷很大 银行贷款成长 它就造成房价暴涨 那么这样的暴涨 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什么 就是养肥的房地产杀 搞得什么 搞得老百姓买不起房 搞得买上房子的人当房东 实际上深际呢 房东现在是受挫充抹削 第一层抹削 高房价 那么这层抹削是 钱交给了开发商 第二层抹削 因为高利息 它贷款的时候 那个贷款利率 绝对比你充款利率高 银行贷款那么积极贷款给你 就为了赚这个利息 你受的送送多于人 那种是政治党房东 当然了 现在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 当然了 左派可以讲的一个很激烈的 咱们把他房价都做回来 不过这个这个冲击态 不管怎么说 它容易造成很多不太好解决的问题 是吧 暂时至少 在一定范围内 当社会的毛肚子没有报道 没有这个 遇到那么尖锐的程度的时候 我们还是不提这个方案 但是至少 现在这套政策不能再保 鼓励房地产价格不断上仗 用这个来刺激房地产投资 不能再保 不能再保的话 那没有什么做提债 特别是有人说 你房地产投资下来了 老百姓要住房子 没房子怎么办 那么我认为 比如说 这是我讲的第四点 就是 这个需要我们从根上改变我们的制度设计 就是鼓励贷房给私人买房 这个 这个就是美 这是美国人去交易我们的最坏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 害处 咱们美国人交易我都不说了 没有时间 就是一句话 美国的次贷危机 就是从这个思路造回来 我们不能再有这条 不能再有这条路 那么现在看来 一句话 我也会一句话 我问这位主体 我问这位主体 我问这位主体是什么呢 至少在每 至少每一个城市都要适度发展 适度发展 适度发展公主房 公主 由政府 或者某一个公共集体 比方说这个 农村集体 农村集体 它把那个 那个 因为它慢慢就是 城市扩大 把某些村 村的 弄到城市外面内了 他们应该公共规划 公共建房 出租 给当地的村民一个非常合理的收入 是吧 说不好听 村民就是地主 最为真正的地主 赤房东 实际东莞有很多 集体经济 就像是这种房租过人 是吧 这个 特别是政府 是吧 内容收购的土地 增购的土地 来盖一些公主房 一方面 提供你 这个 房租合适 居住条件 平移房租 咱们这个房改里头 第一步给老百姓造成 伤害就是房租爆炸 房子进行房租爆炸 房租进行房可能还要根据需要适当的办法上 但是它应该失踪 那么为了让它失踪 政府应该 兴建 相当不一步的工作 另一方面你 你不算投资 怕房地产投资下来 政府来信任 投资就挡住 是吧 投资的地方 只要它有租金合理 能收回 建设成本 就是 开发建设这一系列成本 那 应该没有任何财务的问题 你现在的情况 这是第四点 第五点 我们就讲几个原则的东西 那么这一套的东西 核心一条呢 特别是 这个改变出国导向发展战略 转向实行进口期待 要求我们 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 完整的经济体系和产业体系 这样独立自主的完整的经济体系和产业体系 基本上应该没有大的缺门 中国有缺门的东西 应该是主要集中的一些资源 那是客观条件显示 除了资源以外 我们不应该有大的缺门 不应该有大的缺门 但是你要建立这么一个完整的 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的话 没有一定的计划是不行的 所以呢 我提的第五 就是第几点 第五点 加强计划性 在计划指导下 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 产业体系 目标是缺什么 补什么 向发展之后的产业投资 靠这个计划体系来做到这一套 当然了 这个计划体系应该不同于过去的计划中心 因为过去计划经济主要的问题是计划 其实改革初期一些老同志提的对 所以说计划铺的面太大 管的太多 这个是要改革的 改革初期一些提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你不可能什么都包起来 什么都管起来 包括我刚刚讲的公租房 你不能想要是居民要住的房子都是公租房 要有一大批的私租房 但是公租房是作为一个稳定的支柱 一个稳定的核心 它并不是全部 我们现在说的计划也是 是一个稳定的核心 它并不是全部 但是没有这个计划是核心的 特别是我这样的大部分 那么第六点 就是改变 我刚刚已经说的 改变公有制经济不断缩小的割据 转向以公有制经济 主导经济发展的道路 第七点 改变劳动群众待遇日益恶化的趋势 转向不断提高劳动者待遇 今天大概可以讲的问题 谢谢 刚才周老师 对这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提出了自己非常细统的看法 我觉得中央提出这个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对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 意义是非常重大 很可能决定 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到 我希望我们社会科技和学生 都一起来关注 来参与这个问题 好 今天我们的我有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周老师 谢谢大家